这个视频 我不想大家有一定的困惑 所以我在这里说明一下 就是我的这个视频 真的是乱来的 数到50才可以转头 我立刻藏在了圣经里 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看你 而那一个坐在开往以色列列车的女孩 很不专心地看了一下书 又看了一下窗外的风景 一声爆炸 摧毁了一切的暗境 写着B306的列车残骸 被一个来自波兰的小女孩捡到了 30年后放在了富士山上 火山的爆发引起了蝴蝶效应 非洲的犀牛不断地往海里奔跑 月球被劈开了一半 原来里面装的全是七彩巧克力 那一刻我们才知道 霍金研究了这么久的黑洞 原来是麦旋风 试着麦旋风的一位火车怪客突然间大喊 麦旋风上面有MM 而另一边穿着犀牛T恤的小女孩 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把枪 酒店B306号房的门卡顺带掉了出来 她用枪指着前排拿着圣经的孕妇说 数到50才可以转头 我自己觉得挺有意思的 当时是在写剧本 然后呢我写不出来 我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我就对着电脑开始瞎写 然后呢就写了这样的一段文字 全部是首尾呼应的 前面出现的东西在后面都会全部出来 为什么我会提及到以色列或者是我会提及到波兰呢 那一段时间我刚好看完了辛德勒的名单 为什么会有火车呢 是因为我很喜欢西区科克的那部电影就是火车怪客 那就是当时为什么会说数到50才可以转头呢 是因为我当时是在一个茶餐厅写这一段文字 突然间看到了隔壁有个小孩 他说数到50 然后你才可以转头开始抓我 然后那个小孩就在茶餐厅里面闹 所以我就写了这一句话 以这一句话作为一个开头 还有就是为什么会提及到宇宙或者是爆炸这些东西 就是因为那时候很喜欢看一个触景喜剧的生活大爆炸 所以就把这个名字写了进来 我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 麦当劳的麦旋风正在打折 所以我也写了进来 所有东西都毫无联系 但是对我本人来说 就是这段文字像是在记录了那一段时候的我 我那一段时候我是怎么去创作的 怎么去思考的 因为如果我没有看到那个小孩在隔壁玩座迷藏的话 我不会写这一段文字 这很酷 好吧 我觉得这一期视频就这样吧 OK 谢谢 Peace